您好 欢迎收看2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由华联县政府民政处办理的各乡镇市基层村里领长 政令宣导座谈会 23号在国军英雄馆举办华联市场次 除了县府相关局处首长 华联市长魏佳燕 以及华联市各村里领长都出席与会交流意见 县党徐政委也随后赶到 期盼作为县府日后施政的参考依据 而22号成立部分党派 议政咨询委员会也有互别苗头的意味 将汇集基层对县政的意见 让乡亲多一个发生交流的平台 为了解地方民情 进一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县长徐政委6日开始 会见华联南道北乡公所 包含乡长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等人 针对各乡镇改善等进行提案交流意见 而23日进行的各乡镇市基层村里领长 正立宣导座谈会华联市场次 包含市长威家燕及华联市村里领长都出席与会 县府期盼将基层名义作为日后施政参考的依据 非常感谢县政府在这次举办我们所的里长的座谈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里面的事物 有需要协助的都一并的提出来 那也让不管是县政府知道 也让市公所这边都了解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大家 那再一次的也把时间先留给大家 那也希望说大家待会就畅首一远的 那未来没有写到的话 看看有没有后面临时动议也让大家来说明 先以为那个封城坡来占助 然后才完成那个新登板的施作 那现在后面没有电火车坡 那个会一直点到在那边 电线都还是在那里 就电桿就一直设在那里 没有新登板就排列的就电桿 还是一直在修设在那里 所有的乡亲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想这个有关于地下污水接管这个部分 我想在花莲市现在还有蛮多是卫纳部的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卫纳部 我想我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段子余处长 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而花莲新议会22日上午 由支持县议会议长张俊的议员们 筹主成立部分党派的议政咨询委员会 张俊为主任委员 执行长由议员谢国荣担任 议员为当然委员 为无己职 将依需求评认专家学者民众担任委员 希望能广大建言 扩大乡亲参与地方建设施政建议 似乎以县府各乡镇座谈会 有护别苗头的意味 各自争取民意及在基层的影响力 记者长方院华联时报导